好 昨天偶像剧犀利 人期播出大结局了 温瑞凡他外遇之后 想要挽回前妻谢安真的感情 昨天大家紧盯着看 不过后来谢安真是被断然拒绝说 不过最后谢安真和蓝天卫的这一载书店握手 结局是留下了伏笔 留给观众想象空间 而这个结局也让一些观众觉得很意外 我愿意用我剩余的生命 好好的爱你 爱萌萌 戏里人期播出大结局 女主角在前夫与好朋友之间做出选择 可是会败 我回不去了 面对前夫的祈求 谢安真只说了一句回不去了 这一卧就表示我真的没机会了 很好朋友蓝天卫的这一卧表明只想做朋友 谁都没选 也没有传统的happy ending 让两派网友都骂翻了 有人说真的很糟 简直烂透了 浪费了23个礼拜 还有人大骂最后这一集根本在脱戏播出超过100分钟 看似是加码演出 但剧情松散又冗长 让人好几度想要转台 最后五分钟剧情又来个大逆转 试图创造高潮 远行的蓝总监回来了 跟谢安真第二次握手 两个人看似深情款款 又像是坦然面对 这到底是牵手当情人 还是单纯做朋友 让戏迷们又是一阵揪心 我说留一点空间给观众去想象 是不是续题 让我们这个团队休息一下 犀利人妻确实是真人改编 现实生活中女主角罹患癌症 只是结局她谁都没有选择 勇敢做自己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